《南京條約》 《北京條約》 《南京條約》 《北京條約》 香港島 九龍 以南 給了英國 作為英國的殖民地 接收了香港之後 就成立了第一支香港警隊 當時香港的警察有英籍 歐籍 印籍 慢慢就開始招募一些本地的華人 做基層的警察 在大館建築裏面的檢閱儀式 反映出大館當時的重要性 香港警察裏面有些什麼國籍的人 歐籍的警官 大家看到他們戴的帽子 穿的衣服 都是相當之美 反映出他們的身份是比較高級 是屬於管理階層 管理外國人居住的地方的警察 就是這些洋警官 加上一些印度籍的警察 其他基層的地方的管理 是交給印度籍或華籍的警員 而他們的待遇也是不同的 A B C D 大頭六 E 警察 抓不到人 吹B B 歐籍的警察 他們會有個A字 B 就是印籍的警察 C 就是本地華人警察 廣東籍的警察 D 就是山東籍 為什麼叫做大頭綠衣呢 當時的警察 他們的制服的顏色是深綠色 所以綠衣就是警察長的制服 為什麼是大頭呢 印度警察 他們戴頭巾 或者警察 他們戴尖竹帽 又是個頭特別大 當時的警察 每人都有個雞 有個BB 追不到人 想找人幫忙 就要吹個BB 每一個警署都有炮流 在一個天台上面 有一個好像遼望台這樣的地方 大部分當年的警署 都是站在山仔上面 可以看到附近的環境 又沒有那麼容易被人攻打 那個時候連電鐘都不是那麼普遍 有一個銅鑼 打個鑼之後 有人知道有人攻打警署 就要去槍房拿牌 拿到一號牌的人 去到槍房那裡 他會給一支長槍 或者一個盾牌 或者警棍給他 然後就去一號那個位置 集光 一個這樣的安排 你可以看到在那個年代 警察和民眾的關係 是兩個字來應用 叫做惡劣 到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 已經是改變到 警署再需要有炮流 再需要選一些戰略性的地方 而根本是在市中心 或者在民居的附近 是警署的